这个恶毒的后妈终于要遭报应了 一张法院的船票 吓得她魂飞魄散 原来是志英正式向法院起诉她 要收回小儿子的抚养权 罗金气冲冲地找到志英 问她是不是非要做得这么绝 铁了心的志英这次绝不退啊 志英说你别想利用小儿子做挡箭牌 罗金只得强力辩解 说就算移植完全符合的补随 一样也有失败的几率啊 志英受够了罗金虚伪的嘴脸 起身离开了咖啡店 害怕了十年的情景终于出现 罗金压抑不住内心的恐惧 而这边志英委托的尹律师 给仔绪打去电话询问情况 仔绪让她全力帮助志英 调动最好的律师团队来打官司 此时罗金走了进来 她还以为丈夫不知道志英起诉的事 祈求她去说服志英放弃 仔绪冷冷地看着她 说犯了错就要付出代价 罗金又把尊序搬了出来 说你怎么忍心让儿子受伤 仔绪怒不可恶 说你真虚伪 要是真的怕儿子受伤 一开始就不应该做那种事 这下罗金知道后路已经断绝了 他找到节目组的策划 说自己有个绝妙的素材肯定会火 于是在直播节目中 罗金含沙摄影说出了当年的事 说有个女人为了挽救身患白血病的儿子 不顾伦理道德 可已经离婚的前夫人工授月 生下小儿子当工具人救治大儿子 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 被撩拨的群情激愤说着违反人论 甚至还有人往外遇方向带节奏 经纪人劝志英不要理会舆论 志英倒是很坦然 从提起诉讼的那一天 他就知道该来的都会来的 自认为得逞的罗金回到家 被大姑姐一顿数落 罗金自然不肯示弱 说自己不这样做的话 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家立足呢 大姑姐看着人不知悔改的罗金 警告他不要拿这件事刺激爸妈 然后转身走了出去 罗金走进尊序的房间 抚摸着熟睡的儿子的脸 重判清理的他 现在只有紧紧抓住尊序这根救命稻草 尹律师找来知音 说现在舆论对你很不利 罗金那边提出和解方案 可是志英吃了秤妥铁了心 无论多困难也要坚持到底 尹律师指得给宰序电话 把其中利害关系告诉了他 宰序也表示支持志英继续打下去 法庭上 罗金依然揪住伦理道德不放 指责志英拿小儿子当工具 用完就抛弃 志英向法官辩解当时是情势所迫 不得已才答应罗金的条件 此时罗金向法庭提交书面证据 是志英为了让尊序捐献骨髓 可这正好给了尹律师一个理由 说这恰恰可以证明 当时罗金是如何利用志英的母爱 逼迫他答应如此残忍的条件 这和十年前逼迫志英放弃孩子 用的是相同的戏码 法官很疑惑 既然已经同意捐赠也签了窃结书 为什么又要来诉讼呢 尹律师说是因为出现了完全符合的捐赠者 罗金害怕得不到公私股份 于是暗中阻止了捐赠者 导致险佑一致后双目失明 罗金恼羞成怒说这是诽谤 尹律师说现在传唤证人来作证 可让大家想不到的是 来的证人居然是罗金的丈夫宰讯